罗斯福路是公车路线密集的主要干道 为了降低公车停靠站频繁变换车道与汽机车交织问题 罗斯福路公车专用道向北延伸 增设和平东路至宁波东阶段公车专用道 并于12月11号启用通车 第一个就是公车专用道 其实它可以让公车跟一般的车辆行驶的空间做一个区隔 那对于原本可能公车停靠站跟离站的动作 对于一般汽机车的交织情况可以有所改善 那另外我们也针对了沿线施工的路段 检视各个路口行人安全的一个改善的方案 那包括就是我们的那个行穿线的退缩 那可以让这个行车在转弯的时候 对于这个通过路口的行人 它的视线可以更好 减少因为被A住 被汽车A住挡到视线 然后造成的一些行人事故 那另外我们也做了一个行人庇护导 那对于转弯车辆的行车路线 可以更有效的一个规范 配合公车专用道设置 交工处重新检讨罗斯福路车道断面配置 以及路口行人穿越设施 并将大多数公车路线整并至公车专用道 减少公车与汽机车交织情形 目前的公车专用道 罗斯福路的公车专用道 是从这个新隆路到和平东路口 那今年通车的路段 是在和平东路延伸到宁泊东街口 那这个罗斯福路原先整个规划的公车专用道 是到爱国东西路口 那因为宁泊东街到爱国东西路口这一段 目前是这个捷运万大线在施工 那这部分我们则会等到这个115年 捷运通车之后 我们再来做相关后续施工的评估 罗斯福路公车专用道往北延伸段通车后 透过整体路段车道配置 以及公车站位调整 将提供民众更加便利及舒适的用路环境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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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